老丁 我都快饿死了 你为啥给我壮一些 不知道啊 可能我这边头比较肥吧 什么 快给我一些 你离这么近不知道自己多长点去吃吗 自己长多麻烦 用你的岂不是更好 你想干什么 啊 这感觉也太爽了 哇 这番茄真大 不过 另外一根怎么被插在它身上了 呦 这不是绿罗吗 几天不见这么黄了 就知道说风凉话 还不快想想办法啊 看我药到病除物 不是 还真是药啊 这人吃的 绿罗也能吃吗 阿斯匹林中含有水洋酸 它具有抗菌 抗针菌和防腐的作用 能有效防止病虫害的发生 特别是对治疗绿罗黄液 效果明显 来吧 两药苦口 反正也就是一口 说你虎你还真虎 居然打算直接吃啊 浓度过高会导致药害的 需要稀释后才可喷洒 你急急急 你就不能快点吗 你是急急国王吗 如果不均匀地喷洒到叶子的正反面 药物就不能充分渗透到你的体内 到时候才有你急的 搞个凉拌木耳吃吃吧 饿得嘞 等等 你这木耳泡了多久哦 好像泡了两天吧 得 已经不能吃了 这木耳好好的 怎么就不能吃了 木耳泡发时间太久 容易产生一种叫咽毒甲丹包菌 也叫干衰菌的病菌 它产生的米较菌酸 容易导致内脏功能衰竭 是一种非常厉害的毒素 在高温下都没法去除 你觉得你这东西还能吃吗 啊 这名字就挺吓人的 所以这种泡发的食物不要泡太久 以后得注意啊 我那个哈瓜 什么味这么香 那当然是我这个 哈哈哈哈 哈密瓜这么香了 说的谁不是个哈密瓜一样 就你这样的啊 但凡有一点甜度 也不至于一点甜度也没有 谢谢 你真会说话 你看看你 你的瓜奇这么大 怎么可能又香又甜 不是 哥们儿 瓜奇大小难道还能决定甜度 我们哈密瓜的瓜奇连接着顶花 顶花开花后会逐渐枯萎脱落 瓜奇的范围就会缩小 所以瓜奇较小的 就是自然成熟的哈密瓜 不管是口感还是水分都更好 可以了 别说了 再说就不礼貌了 摘个哈密瓜吃吃 这一瓜长得真好 另一个也是个瓜 总算长大了 兄弟 谢谢你给的营养 小事小事都是哥们儿 到了采收的季节 我努力点 应该的 这油卖菜长得真好 弄一些回去吃吃吧 香的嘞 你干嘛 那光要他们不要我呢 兄弟啊 我好不容易把你供出来 你可别学前面那小子 抛下我不管啊 不会的吧 哥 我一定让他带你一起去的 又有新鲜的油卖菜了 等等 你咋不带上我呢 摘着你 我就只能吃一次 但有你在 叶子就会不断长新的 我就可以吃好几次 这家伙怎么不长叶子 兄弟们 往上再走走 由卖菜摘叶吃 不仅可以吃好几轮 根系长大后还可以做成供菜 真是赚大发了 含羞草真的会害羞啊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别摸了 别摸了 我不是害羞 不害羞那你干嘛收缩起来啊 因为怕养 都不是 既不是害羞也不是怕养 这是因为我具有一种特殊的生理防御机制 叶片中的金布 有一个小小的棕子骨包 这叫叶枕 里面储藏着水分 这里的水分就是支撑叶片张开的根本 但是 当我的叶片受到刺激时 叶枕里的水分就会马上回流到叶轴上 叶片失去支撑功能就收缩起来了 那要是我一直碰你 你岂不是要累死啊 会不会累死不知道 但你肯定会偷偷 叮叮叮 你做什么 一直刺激我 我就会释放一种含羞草碱的成分 这会让你的头发掉落 那我养你 是一点又没有啊 有一点 哪天你碰到我时 我收缩速度变慢 肯明天气就即将下雨了 你还能预保天气 你可以试试啊 大哥 我们要被洗干净吃掉了 就这点醋 害我莫名其来笑了一下 此话怎讲 醋只能起到杀菌的作用 但我们体内 有这么多的虫卵和脏东西 怕杀得完吗 喂 我听到咯 不好意思 就是说给你听的 你敢吃吗 全是虫哦 嘿嘿嘿 你们等着 我这就去驱农百科 查下怎么处理你们 嘿嘿 这不是有手就行 食盐可以杀菌 面粉具有极强的吸附能力 能把杂质吸出来 两者搭配 就能把隐藏的虫卵和脏东西 全部洗干净 我抓着抓 十分钟后看看 多亏了你们提醒我 你们还怪好嘞 你竟然叫儿菜 你老妈是谁啊 多冒昧啊 你咋不问我老爸是谁呢 嘿嘿 那你为啥叫儿菜呀 我是芥菜的一个变种 因为我金肝上会长几十个牙包 这些牙包 看着就像金肝上的一个个菜的孩子 而那些恐怖之力员 特别爱吃这些牙包 所以叫我们儿菜 朝生菜 独子菜等等 伟大的名字 你在感动什么 那你有什么出圈的名字吗 出圈 让我想想 芙林榨菜算吗 你是裴林榨菜 嘿嘿嘿 八月适合吃线菜 嘿 今天来收割一波 哎 见不着 嘿嘿嘿 我还就不信了 急了急了 谁家好人摘线菜 是整竹一起割的 这也有讲究 我是卖汉植物 天气越热 长得越快 菜渣的时候 只需要割掉主汁就行 留下厕汁 让它们继续长 一个月 能收两三次 原来是可持续收割 熟菜 试镜试镜 还真是可持细性的 杰泽尔鱼啊 雷区 我们换条路吧 哇 这么多好吃的 这红散散你也敢吃 不怕原地飞升啊 什么红散散 这是野地瓜 野地瓜 嗯 虽然它叫野地瓜 但是它和无花果才是亲戚 口感软糯香甜 非常的好吃 你没见过吗 我是培养士生的 怎么可能见过 你们地球上的东西 不好意思 我忘了 我在想 你又没种过这个东西 它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上次吃那个野丧参 人差点没了 还好 我逃的时候带了点种子 以后自己种来吃吧 我的果子呢 小菊 快来尝尝 我新鲜采摘的丧参 这有毒 不能吃 你想害我吗 怎么说话的 我辛辛苦苦去山上踩的 你看看 你这是丧参吗 怎么不是 个头是小了点 但是至少是无农药的天然水果 这是马丧果 均有马丧毒素 吃了轻者头晕 重者抽搐 啊 这么恐怖啊 那怎么去分辨它们 马丧果 果小 呈现珍珠状 味道微甜带色 桑圣则是果大呈现长圆形 味道酸甜 我还以为 野桑圣就长这样呢 扔掉扔掉 哇 天赐的野生桑圣 又得一顿 嘿嘿嘿嘿 哪种桃子比较浅呢 看我圆圆光滑 选我吧 你也就只是好看罢了 总比你好 勾这么深 一看就是要烂的 这叫松弛 你懂吗 勾越深代表成熟度越高 吃起来更甜 嗯 渐算刻薄 和你的尖一样 尖定可是我们公桃子的特征 口感更佳 听说公桃子比母桃子甜 就你吧 你怎么这么多毛啊 没毛的 很可能是放置一久 不够新鲜的哦 就像它一样 哦 勾深 顶尖 有毛 真是松弛的炫桃子方法 從最新鲜的炫桃子那里 说公桃子低